知名品牌的腰炖排骨泡面 浓浓腐臭味直充鼻香 泡面黑一块白一块 面体居然已经腐烂变脂 闻一下 不能只有我闻到 这是戴口罩的也太聪明了 我昨天第一时间闻 已经让我从昨天晚上的11点到现在 难以下咽 现在都没有办法吃东西 回想起打开泡面的瞬间 人心有余悸 议员控诉买来保存期限 到明年6月19号的品牌大补铁泡面 但疑似调理包上有破洞 调味酱汁全泄露出来 打开本来很开心的要吃泡面 因为感觉这个大补铁 又是要炖排骨 就觉得说天气有点冷 吃这个应该会很温暖 结果没想到一打开 就是这么严重的瑕疵跟恶臭 泡面品牌统一企业紧急道歉回应 会将客宿泡面拿回 进一步分析检验原因 专家也提醒 泡面有发霉现象 就表示已经受到微生物污染 若是不小心误食 就得留意食物中毒的病症 拿食物中毒一般都用急性肠胃炎的表现 症状包括恶心、嘔吐、肚子痛、腹泻 甚至发烧都会 即便是有天价反腐性的泡面 民众在使用之前 也要特别留意 食物有没有发霉变质 以免造成食物中毒 以上是怀宇新闻 朱家松维欧阳 在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